大家早安 昨天輝達的股價 持續上漲了4.9% 今天還會持續帶動 相關的AI股票上工嗎 以及接下來要留意 哪些標股都會在今天節目 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們來留意一下 其實昨天的台北股市行情 表現非常非常的強勁 出現了大漲的走勢 我想昨天的盤前的預告 也跟大家講 盤前的發文 盤前的文章 都跟大家來說得非常清楚 我們等一下就一步一步的來驗證 當然我們來關心一下 昨天晚上台北股市 以及美國股市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圖卡 好 我們現在對照一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如果你只有看到窮 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好像表現不是很理想 有一點又開始擔心了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不要每次都自己嚇自己 昨天你不是也這樣覺得嗎 好像沒有很好 可是盤一開出來 我跟各位講之後 昨天AI股票真的是完全狂暴性的噴出 太多股票都大漲了 對不對 那你看喔 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覺得指數不見得會大漲 但是AI股票的表現 我想還是會非常的精彩 就如同我為什麼在兩個禮拜前 不斷的跟各位講 你就會留意AI股票 其他的都不用看了 各位對不對 兩個禮拜前 我就告訴你 所有的資金就是看電子股 就是看AI股 其他的都不用看 那你看到今天 完全得到驗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喔 你會看到說 昨天晚上的道雄 跌了115點 但是你注意看喔 那斯達克是漲了 漲了0.57% 費城半導體也是漲了 漲了0.56% 而且重點是什麼 輝達收盤在1,150塊 漲了4.9個百分點 台積電的ADR 漲了2.59% 也就是說 其實你從電子股的成分 半導體的成分 表現都不錯 而且像那斯達克 跟費城半導體都是收繳 就是他們是留了一個下影線 盤中沈浸一度跌下來 你看台子期的夜盤 就會大概有什麼感覺喔 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夜盤 昨天收盤是跌了96點 那你看喔 它是呈現一個V轉 下去又上來 對不對 殺下去又翻上來 最後收盤是小跌了96點 我覺得跌96點沒有很多啦 因為現在的盤面 指數的位置是在2萬2 如果是在1萬點 以很久以前八九千點 跌了100點200點其實就算多 可是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在2萬2千點 所以跌100點滿少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喔 我先跟各位來講喔 所以原則上今天的行情 還是會以AI股票為主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看 今天我們的關盤的重點 關盤的預測又是什麼 那我們所有的文章 維尼老師每天上節目之前 都會整理好放在light上面 我們每天的盤前 盤中盤後 通通都會放在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喔 跟各位講了什麼 來今天早上給大家來發文喔 所有的粉絲好友 你今天早上6點 都有收到這一封 維尼老師的盤前接盤 盤前的分析 盤前的預測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 黃仁勳的旋風無法擋 越線 台股的越線 止疊出現了上攻的走勢 這個是我們今天早上 給大家下的結論 昨天我們就跟各位講 會呈現什麼 開高走高 昨天果然開高走高 那你如果想知道第一手的心 第一手的 我們的解盤 第一手最新的文章的發文 我們的Light的帳號 各位可以多多來善加利用 你可以來加入 加入我們的Light之後呢 每天早上的盤前 以及盤中盤後 你都會收到 維尼老師最直接的解盤 最直接的發文 我們都會寫在Light上面 好 我們再來看 昨天的輝達上漲了4.9% 所以預期 我們預測 今天還是AI股會帶動 昨天台子期夜盤跌了96點 道雄跌115點 但是費城半導體是上漲了0.57% 所以我們回到台股 周一是什麼 昨天是開高走高 倒狀反轉的缺口 如果能夠迅速回補的話 將有力指數再戰 否則就會呈現高檔 震盪整理的格局 今天我覺得會呈現什麼 開地走高 為什麼會開地走高 我們剛剛有講嘛 昨天的台子期夜盤是不是跌了96點 但是我跟各位講 那你會看 好像看美國股市 看輝達 看台積電ATR都是漲的 為什麼台子期會跌 因為昨天漲太多 現在我們台子期的日盤 常常有一種狀況 就是它會超漲跟超跌 你有沒有發覺 前兩天記得嗎 前兩天台期夜盤 莫名其妙的漲 明明你就找不出原因 為什麼會漲 是因為前一天超跌 那今天 其實你也找不出什麼原因 它為什麼會跌 因為昨天的日盤太強了 它超漲了 所以稍微微調稍微回檔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不用想太多 重點還是在選股 重點還是在AI股票 這我想都跟各位講過 好 我們再繼續再看 所以你看 來 同學朋友 我剛才講了一個重點 大盤你觀察中什麼 導狀反轉缺口 要迅速回補 什麼叫導狀反轉缺口 來 我給各位看 就是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缺口 我用個黃色的好了 讓大家看得清楚 這裡 這兩個缺口 也就是說指數如果能夠往上攻擊 迅速回補這邊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盤面 各位還是相當強勁 還有往21937做一個挑戰 不過原則上我覺得今天指數 不見得會大漲 但是會開低走高 各股表現機會很大 我們先來這樣子跟大家做預測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我們從續想的股票 轉強的股票 創新高的 突破平台的 以及高漲震盪整理的 跟各位來講 你看我們每天都會精選標的 所以你就注意 注意我們每天盤前的Light文章 我都會在上面跟各位講說 你今天什麼樣的類股 什麼樣的股票 它有機會做發動 它有機會做表態 所以我們的Light各位這邊要記得 多多的善加利用 甚至QR Code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把手機打開照相模式 這個地方掃描 就會出現一個條碼 你把它點進去就OK了 你就可以每天接收到 委員老師的盤前盤中 盤後的即時解盤 即時的文章發文 好 我們繼續再看 今天你留意的股票有什麼 來 我們來看 續想股 有誰 有鷹廣 齊陽 羅森 廣運 典範 易登 你會不會覺得 喂 老師你這些股票講了好久了 講了兩個禮拜 為什麼他們能夠一直搶 這就是我們 事前跟大家預測 對不對 兩個禮拜前 我就跟大家講 其他類股都不用做了 全部鎖定電子股 特別是全部鎖定AI股 各位對不對 記得嗎 兩個禮拜前 到今天你看 我剛剛講過我們股票的陣容 其實大概就是那些 你有沒有發覺 你看 鷹廣 不知不覺又創新高了 齊陽 創新高 這羅森更不用說了對不對 廣運 典範 易登 好 那你看喔 現在鷹廣他的題材是什麼 隨忍散熱即可 他的營收比重 在今年有機會提高到30% 所以最近股價非常強勁 而且呢 他又被揮答 點名嘛 黃文勳昨天的 那個禮拜天的背板上面 有鷹廣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繼續漲 而且這個股票 我們跟各位講很久 再來8374的羅森 羅森跟廣民旗下的達明機器人做合作 也就是說羅森是機器人概念股 當然這兩檔股票 因為都漲很多了 所以我沒有建議大家追 如果手上有的對不對 恭喜大家 我們都賺錢嘛 如果你是空手的 你如果沒有他的 那你應該留意剛轉強的 因為這些股票 續強股票你可以視為怎麼講 視為波段式的操作 也就是說你可以等到他有拉回 等到他有震盪整理 再做個切入 是一個比較妥當的方式 而不是說你看到他大漲又去追喔 不建議喔 我先講好不好 魏老師都會幫大家著想 那個續強股票其實你看 我們跟各位講很久了 大家都能夠見證 對吧 那再來我們看 轉強股票 這個反而就是你短線上面可以留意的 因為這個代表什麼 他們是剛剛轉強 帶量或者是突破平台區 這些股票我覺得 短線上面就比較有機會 而且你的風險也會比較低一點點 就代表說他們是 可能位階啦 可能從中位階或低位階開始漲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股票說 我們要找很便宜的 找落後補漲的 我跟各位講還真不好找 對不對 台北股市是創歷史新高 那如果說他的股價 在很低的位置點 其實也怪怪的 就代表說他其實公司有點問題 公司的營運 或是產業競爭力有點問題 否則 不管怎麼樣 你的位階都不應該 非常非常低 你知道瞭解我意思嗎 就像聯發科之前修正 你看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有沒有 銀廣這都幾乎創歷史新高 齊陽 羅生 廣運 有沒有 這就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資金 很明顯在AI族群 那我們再回頭看 轉強股票是誰 麗端 麗台 齊友 圓鋼 跟3088的艾遜 好 我們舉兩檔股票 當作例子 比如說我們看 像圓鋼跟麗台 其實這兩檔股票 在禮拜天的 黃仁勳的背板上面 也有秀錯 他秀了42家公司 這42家公司 昨天大概16家都漲停板 開盤就漲停板 非常強勁 所以這個三兆男 不是開玩笑 真的很厲害 他能夠帶動整個台北股市 他帶動什麼 帶動AI產業 帶動餐飲業 帶動觀光業 對不對 真是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來 他既然 各位投票 既然他把這些利多消息都釋放出來了 各位就要懂得什麼 好好把握 對不對 你要懂得接到這個球 然後賺到這樣的一個錢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你看 像原剛他是搭載 輝達 Jackson Ony NX的平台 NX的模組 簡單來說他跟輝達有合作 他幹嘛的就不用 我就不用解釋太多 簡單來說叫做邊緣運算 就是你離線可以運算AI 這樣子 邊緣運算 立台 推出LLM大型的模型 適用藝人AI伺服器 所以關鍵是你有發覺 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兩個禮拜前 就提醒大家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文章 我們的LINE 記得做加入 那文章的部分 每天我都會在LINE上面做發表 好 我們再看 創下短線新高的 比如說像沖泰 蒙利 和春 新日新 台零 其中比較新的股票 我比較 算是最近這兩天講股票算是台零吧 那沖泰啦 其下你看蒙利 和春 新日新 這個都講很久了 對不對 那你看沖泰 跟達明機器人合作 瞄準邊緣運算 的商機 蒙利是什麼 一樣是機器人跟COAS 所以你就看到什麼 禮拜天 黃旋燻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他講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 AI伺服器 跟所謂的 數位嵐聲 邊緣運算 機器人 自動駕駛 他講了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台北股市的選股密碼 你就是往這邊找就對了 其他都不用看啦 很簡單啦 有沒有 因為你這邊的資金效率最高嘛 你去買其他的類股 你會發覺什麼 苦手含咬18年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漲啊 可是這個資金 當紅榨子機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我們是事先預告喔 不是說這兩天漲了才 拿出來跟你趁熱度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下來 這是短線創高的 然後還有什麼 高檔強勢整理的 比如說索羅門 尹漢 紅毅股 廣民跟茂倫 這些股票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我們都講很久了 各位對不對 所以你要注意喔 盤中還要留意什麼股票 記得我們在Lite上面的一個分享 大家要多多的做一個留意囉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你看 昨天的台北股市 確實相當強性 漲了362點 那大漲362點的情況之下 漲停板加速喔 24加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上市公司的資金非常的充沛 這個沒有任何懸念 而且 這是我們昨天的盤錢 來 各位投票 你現在看到這個文章 是6月3號 昨天的盤錢 我們怎麼樣跟你講 來 投票我說什麼 大盤呈現開小高走高的機會 偉大嘛 我昨天還講喔 很多人會覺得說昨天可能不會漲 我跟各位講會開高走高 有沒有開高走高 來 你看 這昨天的航行 有沒有開高走高 各位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預測是會開低走高 我們等一下再來拭目以待 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下去 所以你看下來 對不對 那我說啊 操作中號型股票 你要有技巧 帶低檔轉強 或是回測技術面支撐再做切入 我們都講過了 那昨天其實我們的盤中 我們有發一個文章 你注意看喔 這是昨天的盤中發文 那其他你看 上面喔 盤前預測這些股票其實都大漲 因為昨天漲的股票真的太多了 講不完啦 太多了 但你有沒有發覺 全部都是AI股票 全部都是電子股 這我們之前都講了 對不對 那你看 那我說尾盤資金 你要特別留意什麼 留意誰呢 留意力端 留意城企 留意企有 對不對 那你看這些公司的股價 利端是不是就漲停 其有尾盤是不是拉上去 城企也是啊 尾盤是不是拉到漲停 這是我們盤中喔 導演你注意看喔 時間點 中午的時間發出來了 中午的文章 我跟各位講 你會發覺 沒有一個分析師這樣做 盤前跟你預測 盤中我還跟你講 預測尾盤什麼股票會漲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做 因為這個太難了 做不到 太難了 你自己看嘛 我們盤中跟你講喔 跟你講尾盤什麼時候會 什麼股票會漲 盤前跟著預告 什麼股票今天會表現 而且每天做 因為投資朋友你現在 其實你看了很多分析師的節目 看了很多老師的節目 其實你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老師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今天會不會漲 什麼股票會漲 然後呢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什麼股票會漲 那我現在就要做這件事情 我希望能夠每天來用短短的幾分鐘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那你看我的文章 就會得到非常清楚的答案 對不對 那我想為什麼那麼多粉絲好友愛戴我們 對不對 為什麼那麼多粉絲好友看我們的文章 就是因為 我們所寫的東西 對大家有幫助 你不要看 溫老師我寫這個好像很簡單喔 就寫一寫資料抓一抓就好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我每天花非常多時間整理 因為我要過濾 層層過濾 層層篩選 台北股是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檔公司耶 而且這個東西我說真的 目前用AI還真的還做不太到 為什麼 因為AI目前沒有辦法 他可以選到強的股票 但是他沒有辦法把盤面的氣氛 所謂的盤感加進去 所以為什麼現在黃德勳要發展什麼 發展所謂的數位孪生 深層式AI 機器人為什麼要用虛擬的 所謂數位孪生的技術去做 就是讓他自己學習 讓他感覺 讓他感覺到現在盤的狀況是什麼樣 今天為什麼這個股票比較熱 那原因是什麼 不是單純只是說今天漲停板 就把它列為強勢股票 今天出量就列為強勢股票 不是 這個東西現階段還是要靠文言老師來做 所以未來哪一天 可能十年後 所以真的辦得到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你還是得靠我 對不對 所以我不管怎麼樣 因為我們會把基本面的數字考慮進去 籌碼面 技術面 以及盤面的感覺 這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能夠在兩個禮拜前提醒你 全部看電子股 全部看AI股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 例端我跟各位講 切入所謂的資安服務 陳喜有輝達RTS40的相關系列 其有 他有資安的一個題材 所以你看這股價的表現 是不是都相當相當的強勢 那我想 昨天跟各位講這些續搶股票 銀廣 奇洋 石塑工業 羅森 新鼎 以及什麼 協議機 典範 新日新 這些股票 銀漢 順德 益登 索羅門 這些股票 你自己看 這是昨天6月3號的行情 很多很多股票 你看像銀廣 奇洋 典範 羅森 隱漢 新日新 太多了 這些股票我們其實都事先的 跟所有投資討論員做分享 包含像5月30號 紅毅股我們很早 5月27號 5月28號 我們就跟大家來講了 這些股票你看 是不是也開始出現上傷 所以接下來 第二段回來 我要跟各位講索羅門到底怎麼看 每天大家都在看 他到底會長到什麼時候 這麼強 以及索羅門第二 有可能會是誰呢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好 想要每天在盤前盤中盤後 都收到 威老師最新的LINE文章的話 歡迎大家 輸入這個相關的一個帳號 多做的三家利用 另外如果說 你不知道該怎麼輸入的 很簡單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打開照相模式 掃描我們這個QR Code的部分 掃描之後呢 會出現一個條碼 那你就把它點進去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文章 你就可以在今天的盤中 收到我們相關的最重要的文章 盤後的解盤文章也會有 好 我們繼續來看圖卡 所以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5月31號 我們的盤中發文 我們跟大家講了什麼資料呢 大家特別去留意 我們跟大家講了什麼 尾盤資金留意誰 信錦 丹錦 陳明店 新日新 盟利 各位投票 這是5月31號 回到昨天禮拜一 你看這些股票全部都漲 我們剛才給各位看過對不對 信錦 丹錦 你看 而且丹錦是什麼 中午我們跟各位講 尾盤是不是拉到漲停板 各位對不對 那一集是誰 陳明店是不是創新高 新日新 盟利 全部創新高 那我就跟各位講 你會發現 文老師我的股票 我的陣容 我們就是堅守這些股票 這是我們的明星隊陣容 除非我看到哪一檔股票很好了 哪一檔股票轉強了 那我就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成為我們明星隊的陣容 對不對 如果有些股票轉弱了 那就先放在板凳球員 先讓他休息一下 其實我覺得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讓你的投資組 是維持在明星隊的陣容 我覺得你 其實這樣子你就很容易獲利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股票操作我覺得 不見得說我們都要買什麼落後補漲 為什麼 你落後就是一定有問題嘛 那怎麼辦 那我們怎麼操作 其實有時候位階高 位階中 位階低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現在當然指數 這個位置點 你買位階高的會有風險 那你可以從位階中的 位階低的 分別都可以做切入 我覺得都OK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原則尋找什麼 指標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全部轉強了 剛開始轉強有機會三到五成的股票 這是我們鎖定的標的 那你再看 比如說你看這個是盤中的發文嘛 所以今天盤中要留意什麼股票 我們的文章就要特別做留意囉 你要趕快做留意喔 好你看 所隆門 股價又衝高 來到184塊半 為什麼格外的重要 我們每天都跟你追蹤這些檔股票 不管漲還是跌 每天跟你追蹤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它創新高184塊半 5月7號 那個時候股價跌到90塊 我們這個文章真的很經典 來 我說所羅門跌破月線之後 跌破月線之後 馬上攻到漲停 驗證了我節目有特別講 千萬不要看所羅門跌破了月線 你就要放空 很多投票朋友去放空所羅門 哇真的齁 不知道該被高到哪裡去啊 你看 從這裡漲到這裡 從90塊漲到184塊半 那還會不會再漲 或者是誰有機會成為他的接班人 對不對 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你看一下 像聯發科 對不對 這也是波段的持股 大家都賺錢嘛 你看 5月28號股價來到1320元了 這股價的位接點也是很厲害啊 那你看 像政威 股價為什麼會噴出大漲 短線會漲五成 為什麼 因為他的量千張大戶 融資 KD MACD全部翻多 分公司交易加速大幅度提升 外資投信 主力全部買進 散戶賣出 籌碼集中度提高 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這十二大指標符合 就是短線就是三成五成幾條 而且速度很快 你幾乎不太需要說 老師我這買了什麼時候會漲 不太會有這種問題 你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是政威 銀廣各位投票到今天還在漲 對不對 昨天還在漲 那你看這些股票 它有沒有符合這樣的特性 幾乎都是一樣 這十二大指標幾乎都符合 那我那天還特別跟各位講 我說銀廣投信沒有買 你不要想太多 為什麼 因為最近投信的績效也不是很好 你跟著它也不見得說一定特別準 所以你看銀廣從那個時候 第一根 漲第一根 我就跟各位講了 到今天已經漲了五根了 你看那個空間 力道其實相大 所以你要趁這個時間點 好好的來操作 好好的來掌握 這一波台北股市的行情 你看這一檔相關的蓋牌股票 已經開始慢慢發動了 它也有機會去複製誰 複製剛剛銀廣正威相關的走勢 如果你想參與我們的蓋牌股票的話 歡迎成為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參與這一檔 我們一起來操作這一檔相關的蓋牌股票 好嗎 所以我們再看 其實行情裡面很多 看各位怎麼做操作 你看像鴻翼股 齊陽 有沒有 這些其實廣影這些股票 我們很早很早 都跟各位所有的投資好朋友來做個分享 所以今天盤中要留意什麼相關的文章 就請大家特別特別留意我們Light的文章 相關的發文 就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